扣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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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挺上道啊 那倒人 那我再点一个 草头圈子 我真是小看你了 这行啊 姐 你真厉害 点的都是我们这儿的招牌菜 那是啊 别的心眼我没长 吃的心眼我长得好 咱们可全了呢 哥 再点一个菜一个汤 够了 那这样 咱们得了咱养一块点吧 点一个硬菜 压轴的 满口留香 满口留香 猪头肉 你俩太有窩气了 猪头肉 我们再要一个汤年糕 应该够了 好嘞 您看咱喝着什么 一瓶冰啤酒 好嘞 好好的气氛你开什么气啊 你看啊 咱俩能吃到一块儿去 咱俩要是能一块儿过日子 肯定也能过到一块儿去 真的吧 真的 我爸和我妈脾气差那么多 为啥他们能结婚呢 就是因为我爸妈都喜欢吃白斩鸡 我爸白斩鸡做得特别好 我妈不会啊 那我妈老是去找我爸请教 一来二去 然后就好上了 哪有这么简单呀 就是这么简单 两个人有共同话题 有一样的生活目标 就不要犹豫了 直接领车入洞房 得了吧 这种事啊 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可难了呢 世上无奈是 只怕有心人 怕就怕 连挑战混乱的机会都没有 你看像咱们 这是抱哪鸳鸯啊 我提了 哥 先喝着 菜一会儿就来 您是买一送一样 我忘了 你怎么样 我 不太行 要不 挨一点吧 好吧 那我就喝这点 行 这些吧 来 来 我敬你 为了 我们两个伟大的友谊 等一下 你爸 不是不让我们俩做朋友吗 那就 为了我们俩 到今天为止的友谊 干 干 这 这不这 我还没看完呢 照片你就不要看了 小猪啊她不上相 本人哪 精神人哪 我怎么感觉 这人好像有点胖 那肚子像弥勒佛一样 你会不会看 这不叫胖 这叫装 阿姐啊 我不是说你啊 你给赵地介绍男朋友 拿照片也正是一点 拿这种照片来 我看着是人不是风景 人家小猪人家是盲人 等等 盲人 瞎子 瞎子 我说她的工作忙 这小猪啊 将来是要接她爸爸老猪的班的 一天都把她工作忙的嘞 一个个糊涂 哪有时间去拍什么沙龙照啊 这关于照片的事啊 一会儿就不要给赵地讲了 省得再挑三拣四 把事情给搞砸了 关键是她看不看照片 都未必愿意去 那你好劝劝她的呀 找对象这种事 怕的就是高不成低不就 挑来拣去的 她现在还年轻 还可以挑挑别人 等将来一不小心 自己变成老姑娘了 不要让别人 把她当大白菜一样 翻来拣去的挑好不好 就咱们朝地那个脸皮 薄得跟纸一样的 受得了吧 那一会儿她回来 您好好去一下 朝地的心思 我是越来越琢磨不透 五六六的黑眼珠 和你的笑脸 怎样也难忘记你 容颜的转变 老弟啊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肤浅 肤浅 我找老婆唯一的标准就是 漂亮 她们都觉得我肤浅 那我爸妈 我弟 小达老乐 她们都这么觉得 这么听起来你是你肤浅 人家可以这么不理解我 你不能这么说我 你知道 我为什么 找老婆我要找漂亮的人 我就是要证明我自己 人人在世 我总要有一点 比我弟弟做得好 比他强 认识了你之后 我觉得我这个目标 马上就要达成了 这段线造花弄人 没关系啊 漂亮怎么办 我就很漂亮啊 但是漂亮是什么呢 漂亮就是一张皮 所有人都觉得我找老公 应该找一个 有钱的 有房的 或者是当官的 我爸爸 我同事我朋友 还有我妹妹 反正他们一人一个看法 但是没有人 真正关心我的想法 那你想嫁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呀 我想嫁一个 有感觉的 真的 我也是 咱俩不单可以做吃饭搭子 咱俩感情关也是一样 我也想找一个有感觉的 你明明想找一个漂亮的 漂亮是有感觉的前提 你的前提是什么 有房子 还是有钱 我才被那么误着呢 我 反正啊 结过婚的人都介意我 说 爱不是全部 婚姻很复杂 就是复杂 咱们家那高材生啊 都弄不清这个问题 对了 咱们现在算朋友吗 咱俩 起码现在 现在是朋友吧 我给你讲一个秘密 你千万不能告诉我妈 我 你放心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你妈了 我问你啊 罗密欧和朱丽叶你认识吧 我认识 我 但是我知道 我还是在南台播客出去排呢 对 我弟弟就是罗密欧 他女朋友就是朱丽叶 我们家跟他们家是死对头 够复杂吧 你想 我妈要是知道 死对头家的女儿 要成为她的儿媳妇 那得气炸了 我再跟你说 就这个 这个朱丽叶 我也喜欢过 当时我们年纪小 你爱谈天我爱笑 当时只有十四五岁啊 不 十五六岁 情窦初开 你这么看我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吃醋了 我跟你说 我 我我我只是单向死 他根本不知道我喜欢他的 是你 少自作多情了 谁吃醋啊 此时此刻我是觉得很同情你 自己喜欢的人 居然变成自己的弟妹了 那你得多难受啊 我一点都不难受 我特别希望他俩好 真的 看他俩在一起我就开心啊 来 上 赵地 我敬你一杯 所有我的朋友里面 就你醉意见我 敬知己 敬知己 理解万岁 理解万岁 干 干什么干 大哥我给你擦了 这衣服还怎么穿呢 对不住大哥 刚才你突然站起来 我就不小心弄上去 别 咋的呀 还是我不好 不是不是我 我的错 那你说 该咋办 要不我赔给你 你赔 好啊 我这件衣服可是皮尔卡的 三百块钱 你赔啊 哥 你放过我吧 我刚来这儿没两个店 我没钱 我我 咋的呀 你不想赔啊 男人都叫你老板 我就不信 今天就让你卷宝给走人 欺负人啊 我放过我 太欺负人了吧 一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小伙计 你害不害臊啊 你谁呀 干关老子的事 不管怎么了 就你那件衣服 别喊他那是吧 假冒的吧 我看顶多三十块钱 小娘们 长得倒挺漂亮 说话怎么那么难题 难题 难题怎么了 有你做的事情难看吗 我抽你 你干什么就难看 不老实点 你干什么 欺完我弟想欺我老婆 我告诉你 你敢动我老婆一根蛤蟆 我弄死你 我老婆说了 你这张衣服九十三 这儿三十块钱 多了没有 还要不要 要不要 要不要 走 你给我等着 哥 没事啊 老婆 以后再有人欺负你 去公路段找我 小风一吹 神清气爽啊 谢谢你今天请我吃饭 谢谢什么呀 请你一辈子我都愿意 谢谢 散伙了 没机会了 别这么说 相识一场也算是缘分 对 那我就祝你 早日找到幸福 别再担着了 那我也祝你 早日成刷成队 走了 怎么了 你有东西忘了吗 不是不是 我 我 我不是还欠你五十块钱吗 我今天准备好了 我今天准备好了 但是 刚才给那个人三十 然后又喝了那么多啤酒 现在 就成八毛了 没事没事 不用还了 不用还了 那这样 我再过几天我就发工资了 我一发工资 我就还给你 真的不用还了 那天 是我妹妹不好 点了那么多贵的财 让你破费了 不是 听我的好吗 真的不用还了 好 好吧 那我走了 那我走了 也走了 再见 不是 不是 再再也不见吗 好 对 哪天要是在马路上碰见男的 装着不认识了 再见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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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